第18题 甲义两车在同一直线上运动 其位置X与时间T的关系图如右图所示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A 0秒时甲义两车在同一点出发 我们看到0秒的时候 甲车在0 远点出发 而乙车在10出发 两个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两车在5秒时相遇 5秒的时候我们发现 甲车的位置在5 乙车的位置也在5 两车在相同位置 所以表示相遇 选项B是对的 选项C 甲车若向东行驶 则乙车也是向东行驶 我们看到甲车从远点出发 他离远点越来越远 而乙车呢 从10出发 他离远点越来越近 表示两车的运动方向相反 甲车若向东行驶 乙车就会向C行驶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0到5秒 甲车的位移大小 大于乙车的位移大小 0到5秒 我们看到甲车呢 从0到5秒 甲车从0走到5 他的位移大小是5 而我们乙车从10 走到了5 他的位移大小也是5 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 但大小都是5 所以两个的位移大小应该相等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因此第18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两车在5秒时相遇 谢谢大家